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建議 將大南郊野公園邊垂不超過100公頃土地 即是郊野公園面積千分之二建屋 給合資格的港人家庭以成本價300萬上車 民建聯立法會熱源陳恆斌大賺方案可行 為甚麼呢 CY的年代他提出這個建議 是一個相當大膽也有創意的提議 因為一般官員都不敢去提這個問題 因為一碰到郊野公園似乎是香港一個禁忌 其實在一些邊緒位置拿出來做棋屋 本身都是對社會或者對環境 是不會有很多的傷害 若果再在市區裏面再去膨脹人口 基本上交通搞不定 如果在大南隧道 那裏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大型的轉車站 順便用這個轉車站的優勢 不需要額外開出一些巴士 也不需要額外為元朗市裏面的路面 造成一些額外的擠壁 而在大南隧道口 對面就是八鄉的車廠 車廠都可以借這個機會 在上蓋做一些發展 對於整個片區的居民配討 就可以滿足了 他認為方案可以加強 香港現有的置業階梯 市裏建議的價錢 是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亦都叫做市民負擔得起的價錢 樓價回落可能有些人會不想 但亦都可以這樣說 能夠買到這些樓的朋友 和在市區裏面買一些豪宅的朋友 其實是兩批客 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上車的渠道 其實我們的社會應該要這樣的階梯 陳恆斌又批評 現屆政府在密地建屋政策欠突破 導致輪候公屋的時間率創新高 就算最近願意收回土地條 去收回地 都是一個象徵式的做法 似乎都未能夠解決香港土地況 現在今屆政府集中精力 去處理大嶼山填海的問題 但現在都只是留於一個研究 如果去到填海 做地出來可能十多年之後的事 可能去到子孫那一代 但現在怎麼辦呢 活在當下 我們很多朋友都沒有屋住 本屆政府我覺得在土地方面 其實沒有突破 這些問題不突破 其實我們真的在以待斃